国际持续抨击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一名知情人士向本台披露 中共在盗摘死囚器官时 不但按需杀人 还涉嫌伪造现场欺骗公众 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知情人士 出于安全考量要求匿名 他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 他在省级军医院工作的亲友 就曾盗摘了几名被枪毙的黑社会人员 眼角膜和肾脏 几年后 中国器官移植界的乱象蔓延 一些小医院通过地下的运作 也能从司法部门获得器官 但是那个医生也太紧张 手都直抖 那时候第一次 这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来源透露 他们第二次手术的器官供体 甚至还没断气 就已经被拉走 摘掉器官以后 参与者还设法伪造了现场 第一次就在救护车里走 很矮 所以人呢就靠的那个尸体就很近 第二次就要卡住 开到这一场空气就比较宽敞 你们就拿上针 其实在2005年以前 中共曾多次反驳有关倒斋死球器官的指控 到2006年又突然翻盘承认 器官供体主要来自死球 不过对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 中共至今极力否认 而这名知情人士说 基于他的经验 他相信失去医学伦理的中共军警医院 完全可能做出这样的行径 从倒斋死球器官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中共的军警医院都是主要的参与者 倒斋死球器官的所谓依据 来自1984年的一份暂行规定 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据中共军方总后勤部的卫生部长白淑中 在接受调查时披露 是江泽民亲自下令 在您担任总后卫生部长的时候 就是摘取在压法轮功人员器官 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 是当时的总后部长王克布置的任务 还是军委直接下达的命令呢 当时是江主席 对于有一个批示 说开展这些事情 中共官方宣布 2005年1月1号开始 全面停用死球器官 而器官移植界的真正黑幕 至今仍被中共掩盖着 新唐人记者林兰 纽约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